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移动端的460其实已经出来几个月了 那桌面端的460今天才算是接近 360的时候 桌面端的12G显存 相比移动端的6G还是有些优势的 4060在规格上两者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一样的酷大合金数 甚至移动端的L2缓存还要更大一些 功耗方面就更有意思了 桌面端是115W的TGP 像我们之前测试的整容者R9000P 直接给到了140W的限量功耗 笔记本的功耗给的比台式机还要多 虽然R9000P一般游戏时候也就是100W左右的限量功耗 所以说性能方面 充装到460也没啥秘密了 3060到360Ti这些性能 R399的售价也属于这张卡之间 没有什么太强激增力 有些积压高 因为之前官网的宣传稿 除了40系专属的DS3 他追到花儿不老的篇幅去强调 4060比3060省电了60W 用了4年能省多少多少电费 这就是耗表 你在大家上面看到了我 长得一般般也没有什么特别才能 想想去来一句 健哥我感觉你的身体特别健康 我们就来看看身体特别健康的460到底如何吧 首先来回顾一下40系和30系的两代60级别的现场规格 大家应该注意到 现在的40系除了核心架构以外 一个改动比较大地方就是重缓存 轻显存 虽然460和460Ti都是8G的大小显存 但是实际的显存带宽不到360Ti GDR6X的一半 同时得益于核心制程的供应进步 功耗下降了 460的设计功耗甚至只有115W 不少笔记本都可以轻松带动功耗 这是测试所使用的显卡均是自费购买的 定中的电竞判客 36012G 3060Ti 8G 4608G 和460Ti 8G 360Ti是去年年底的GDR6X的新版本 说是新版本 其实目前的芯片也已经停产了 视频上的库存卖完也就没有了 两张40系的设计风格明显要比30系圆容了许多 还用上了轴油风扇 这张460Ti在上次的桌搭视频中出镜过 风扇照表面处理还是有彩色的反光 外观还是很讨喜的 但这张4060就要更加简单一些了 长度变短了为24厘米 热管和散热器片的规格也有所减少 毕竟功耗只有115W 风扇照却没有了彩色的纹理 背板倒是变化不大 也是太古的图霸 弓箭使用了单个的拍屏接口 实际上单6屏都够用了 不过这个年头基本上已经见不到单6屏弓箭的显卡了 实际烤机测试跑满了115W的功耗 核心温度60.9度热点71.6度 两个温度都不高 风扇转速为1300转 测试平台就直接沿用了上次 乔治波TK1海警房机箱的那套装机 微星的BC60M迫击炮MAX搭配i72370KF 内存为芝奇的幻风机6000C30 16G×2 显然器为菲利普的27M15500Z 你拿走IPS面板2K 170Hz 我们店里只要166元非常适合 这次的测试需求 CityMag跑分再次印证了显存的这点 在同一张测试中分辨率越高 40系的成绩会相对变低 整条也 4060的性能处在3060 12G和3060Ti GDR6X之间 大约比3060 12G强20% 比3060Ti GDR6X弱15% PureGate的达芬奇PIA AE三个测试项目中 两张40系显卡的表现都不是很理想 尤其是达芬奇中4060Ti甚至都比不过3060 只有PIA的表现相对好一些 Spec Workstation的三个GPU计算相关测试中 4060算是发挥一把 在Cafe和FH两个项目中都超过了360Ti 实际的游戏测试 先看一下1080P分辨率下的情况 低画质CS-GO中4060和460Ti的帧数表现都并不理想 4060落后了360Ti 100帧 在大量的烟幕弹将的复杂场景中 460Ti才能保持这些颜面 三极式画质的绝地求证中 除了360以外 三张显卡的帧数几乎一样 这张三张卡的占用也没有满 似乎比较不出来什么东西 中画质的古墓丽影中 这几张卡的性能都有点像3DMark的成绩了 4060处在360和360Ti之间 这个游戏对于显卡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这几张卡除了4060Ti以外 别的都是贴的功耗强在跑 两张30系显卡都跑到了70多以上 中画质的极限进度地平线5中 4060略胜3060Ti 不过除了3060以外 三张卡的帧数差距并不大 都只有个位数 在使命召唤2022中 460终于实现了对360Ti的反潮 这个游戏中40系的领天幅度就比较明显了 尤其是4060Ti能比360Ti高出了30多帧 可能不少人会卷子 4060的显存外快比较低 高分辨率会不会表现不佳 我们将分辨率提升到2K以后 果不其然成绩出现了下降 SizeGo中 460相比于360的提升就只有一点点了 两张40系卡和360Ti之间的差距 都有几十张的差距 绝对求生之前没有太大区别三张卡 现在也终于有点变化了 460不抵360Ti 古文丽影 低冰界5和使命召唤三款游戏中 460也没有再像10800P10那样的表现了 基本都是落后于3060Ti 考虑到目前市场上的2K高刷新显示器价格越来越便宜了 越来越多的游戏玩家也开始入手更高分辨率的显示器了 这种时候40系显卡设计就明显让人感到遗憾了 单纯的从新大笔角度去看 这代的60级别显卡也并没有什么提升 一定要挑一些优点来说 那就是支持的一些新功能 省电和低发热量 可能会比较利好于移动端的用户吧 但是有有多少玩家会特别在意这些优先级排在实际性能之后的特点呢 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了 目前一台4060的台式的价格 如果加上显示器的话 可能要比一台入门级别的4060的游戏本还要贵了 虽然显卡跑分都差不多 但是受限于笔记本的功耗墙 那实际体验会有差距吗 我们后面也会深入分析一下 那你4060倒是选择台式级还是游戏本的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是否会选择4060显卡呢 欢迎留言弹幕跟我们交流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话 可以关注我们游戏公号 并且到我们分享中介绍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话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来VM长篇沟通书码 或者淘宝通商品长篇课 谢谢长篇课 我们今天给我们下期见 拜拜